特斯拉电动汽车估计大家都不陌生 而作为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设计师 以及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的Elon Musk 总是能在各个领域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似乎只有他想就没有不能实现的事情 近几年,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大行其道 成为市场当红炸子机 吸引许多汽车业和高科技企业经常投入战局 作为经常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马斯克和特斯拉 是否也会加入电动自行车制造业呢 大家好,我是小丽哥 一个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丈量世界 体验人生的自行车旅行爱好者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特斯拉电动自行车 Model B 从外观来看 这款电动自行车完全的采用了特斯拉独有的设计理念 未来科技感十足 设计师将传统车轮上的钢丝浮条全部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三个避震器 这样一来,相比于传统的自行车 Model B在行驶时将更加的平稳和舒适 不仅如此 该车还配备了前后双轮骨电机 也就是说 相比于传统电动自行车的后置单电机来说 这款全新的电动自行车 满足双驱动力的顶级配置 可以使您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 享受更足的马力 另外 Model B电动自行车的框架 还集成了折叠式脚垫和车把 车把可以从多个角度调节 而在转弯时,骑乘者只需向自行车的一侧 施加更大的力量 前轮就会根据作用力 独立旋转进行转向 特斯拉电动自行车车把前还配有一个狭长的中控液晶显示屏 可以实时显示行车信息 包括速度 时间 以及导航等 由内置的AI系统管理 而配备在前方 侧面和后面的近距离Libor传感器 可扫描周围环境 从而在骑手周围形成保护性气泡 保障骑行者的安全 通过管理系统对雷达传递回来的信息进行处理 分析路面情况和周围骑行环境 Model B也可以像特斯拉骑车一样实现自动驾驶 这款Model B已经报道 很多自行车爱好者和特斯拉迷 就在网络和论坛上讨论它的价格 面试时间等 然而 其实这款特斯拉电动自行车 是由美国工业产品设计师 肯德尔托纳设计的 它并不是特斯拉设计团队的成员 也不是合作设计师 并且直到目前 特斯拉对这款电动自行车的设计 还未发表任何观点 欧美国家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自行车 一直在征收比较高的关税 但即便是这样 欧美本地的电动自行车制造业厂家 也为数不多 由于建立生产线 搭建供应链 培养熟练工人等成本过高 欧美大部分公司 并没有将电动自行车的生产线 转移回本国的计划 然而 作为在内华达拥有超级工厂的特斯拉 也许会发挥它在设计和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 利用它在电机和电池专业领域的知识 把电动自行车的制造纳入其发展的计划中 生产出一款使用能量密度更高的电池 体积和噪音更小的电机 可以并入公共充电站 甚至使用超级充电桩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当然 Elon Musk还没有对这款Model B发表观点 我们也无法确定这款概念设计产品 是否会投入研发和生产 然而 Mask发表过很多古怪的言论 有很多新奇的想法 他感兴趣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和改变 对一个造预设板房 造火箭 想在地下开通超级高速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的 硅谷钢铁侠来说 几乎一切皆有可能 你认为特斯拉应该制造一款电动自行车吗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